终于 深圳楼市迎来了一线曙光 政府出台了两大利好政策 一是二套房首付降到了四成 二是豪宅税的750万上限取消了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鼓励大家升级换房 让楼市活起来 你知道吗 楼市最怕的不是房价跌 而是没有人买卖 如果没有人买卖 就没有流动性 就没有信心 就没有活力 政府通过降低首付和减免税费 就是要降低大家换房的门槛 让大家能快速成交 让楼市恢复流动性 深圳作为中国楼市的领头羊已经率先行动了 他们的动作很大 说明他们很重视楼市的发展 那么这些政策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他们会对全国的楼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正式开始分析之前 先请你点赞加关注 谢谢 现在的楼市确实不太景气 10月份的数据显示 二手房价格出现了8年来的最大跌幅 平均下滑了0.58% 而新房价格也首次出现了下滑 下降幅度为0.3% 不管是从数据上看 还是从自己的感觉上看 都能感受到楼市的冷清 但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 消极的心态虽然可能是正确的 但它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只有积极的心态才能让你发现机会 总的来说 这些新政策肯定会对楼市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提高二手房的成交量 但是 我不觉得它们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9月份政策出台之后 10月份深圳的二手房成交量增加了16% 达到2774套 而新房成交量更是增长了28% 达到2654套 这些数字看起来不错 但是跟今年3月的数据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截至目前 深圳的二手房成交量为2312套 新房成交量为2058套 有望突破3000套 尽管这些政策对于改变市场现状有所帮助 但我认为它们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市场的低迷状态 我们需要更多更有力的政策 让市场信息回升 市场已经调整了很久 我们都盼着政策能带来好消息 但我们不能只靠政策 我们都知道市场形势很严峻 我昨天跟房企的营销总聊天 他们都说信心和预期很重要 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二套房首付降低了 但这不是说谁都能买 现在的人一般都想换房 而不是多买房 如果要借更多的钱 人们会考虑很多 现在大家都在省钱 谁愿意多欠债呢 开发商和购房者是一体的 一个开发商出问题 就会影响很多购房者的信心 要想让购房者信息恢复 必须让开发商的情况好转 房地产行业正在重组 开发商可能要缩减很多开支 这不光是个信心问题 也是个能力问题 政策可以刺激信心 但是解决能力问题 光靠政策是不行的 现在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以前买房的人都等政策 现在卖房的人都等政策 他们希望政策能帮他们卖出房子 而不是趁机买入房子 这种情况以前也有 但是这次特别明显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市场比2008年还糟 而政策却比2008年还弱 那我们怎么能指望市场能稳定呢 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转机已经到来 你可能觉得我在说大话 因为还没看到实际效果 但是你看看最近的一些动作 住建部的领导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打算加快大城市的公共设施 旧区改造和保障房等三大工程的建设 这就相当于用基建来引导资金流 同时已经有20个城市发行或准备发行 超过9000亿的特别赛融资债券 用来处理一些隐形债务欠款和非标贷款 这两个动作合起来 就是在通过解决债务问题 提高地方财政的能力 最终推动市场复苏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相信 他们可能会说人口负增长 债务过高和房源过剩等等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但我一直说的是房价不是一刀切的 我们应该看准个别地区的机会 房子的价值是由它所在的城市的资源决定的 不是由它的建筑材料决定的 聪明人都知道 买房就是投资那个城市所能提供的资源 而不是房子本身的钢筋水泥 中国虽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 但仍有一个庞大的14亿人口 但这些人不会均匀地散落在每一个城市 他们会有自己的喜好和需求 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安家 所以你不要只盯着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四个一线城市 还有很多二线 三线 四线城市 正等着你去发掘他们的潜力 这些城市就是房地产的新热点 是你赚钱的机会 你可能会说 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 你宁愿把钱存起来 等待更好的机会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持有大量现金的风险有多大 你看看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降低了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 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增加了基建投资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会增加 而货币的购买力会下降 你手里的钱 就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冰 越来越少 越来越不值钱 你可能会想 那我就买黄金吧 黄金不是一直都很保值吗 是的 黄金是一种保值品 但是它的增值空间有限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钱生钱 你就要投资一种 能够跟随城市发展而增长的资产 那就是房产 你买一套房 就相当于买了一张城市的股票 只要这个城市有前景 你的房子就会升值 所以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 就失去了长期投资的信心